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 川红禅上瘾完美跳海 为何没有一个满分 周吉红两苦用心值得顶赞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川红禅 众所周知 在今期 川红禅参加了在二年球阿布扎比举行的 室外跳水表演赛 那么最终啊 川红禅也是上瘾了近乎完美的跳海表演 很多观众啊 感到惊叹 但是呢 同时啊 国内的很多网友也有一个疑问 既然川红禅本次跳水表演赛 发挥如此优秀 为何却没有一个满分 众所周知 川红禅本次在二年球的比赛啊 在单人十米跳台比赛中啊 采用的是107B的动作 难度吸收为3.0 整体发挥非常的出色 水面几乎没有水化 但是呢 这个动作啊 川红禅只是拿到了79.50分 七个平位打分 给去的最高分是9.0分 没有趋性一个满分 这就让很多粉丝啊 感到有一些疑惑 众所周知 在前面传任会期间啊 川红禅也是使用了107B这个动作 当时拿到了82.50分 那么现在啊 川红禅在二年球的第一跳啊 甚至比传任会的比分啊 还要低 这到底是什么软软禅呢 这到底是什么软音呢 其实我个人认为 并不是川红禅发挥的问题 川红禅的发挥啊 可以说是近乎完美 但是呢 评委没有给去满分 也应该是做得非常的对 为什么这样说 如果说 评委 冲着川红禅的人气 贸然的给去 十分的满分 那么 在跳水专业人士 来看待这个事情的话 可能会让川红禅啊 遭入很大的人类压力 因为川红禅的这个动作 虽然说完成度非常的高 但是却拿不到满分 为什么这样说 这其中啊 中国跳水队领队 周记红指导啊 应该是用心良苦 值得大家顶赞 众所周知 川红禅本次单人比赛 采用的是107B的跳水动作 难度系数只有3.0分 因此啊 这个动作 即使川红禅完成度啊 非常的高 也很难拿到满分 因为啊 他的难度系数 不足以让川红禅拿到满分 那么因此 我们可以看出 川红禅之所以 选择107B这个动作啊 应该是 和周记红指导啊 有过提前的沟通 周记红指导 肯定是同意的川红禅 使用107B这个动作啊 团队美美才能在第一跳中啊 使用这个动作 可以看出 周记红 确实是啊 用心良苦 降低的川红禅 在室外跳水的动作难度 实际上就是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护川红禅的安全 毕竟川红禅是首次尝试跳海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让川红禅 采用难度更大的动作 可能会去行一些隐患 偶其呢 还有可能会导致川红禅去行失误 这样的话呢 在国际赛场 去行失误 会让川红禅 导致遭受更大的心理压力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本次 跳水 比赛啊 它实际上是一个表演赛 那么因此啊 在这个时候啊 川红禅 根本没有必要啊 死去浑身泄水 因为啊 对于中国跳水队而言 川红禅的安全 才应该放在首位 表演赛 只是为了回馈众多的观众 另外啊 泽西红指导 也不想给川红禅太大的压力 也许啊 并没有要求川红禅非要去 非要去带领中国跳水队 夺下冠军 如果说 泽西红指导提出了 夺冠的目标的话 那么川红禅 在单人 比赛中啊 应该会使用难度更大的动作 比如说啊 使用欧米7C的动作 如果说完成度非常好的话 川红禅是非常有希望啊 拿到满分十分的 那么周西红指导 本次让川红禅 去参加阿里球的 跳海表演赛 实际上 有三个出发力 第一点 就是为了让 14岁的川红禅啊 进食更多的大场面 感受不同场地的比赛氛围 第二个出发力呢 就是啊 希望川红禅 以及中国跳水队 能够处理好 与国际泳林的关系 毕竟呢 国际泳林 亲自邀请川红禅参赛 如果这个时候 拒绝的话 可能会导致双方的关系啊 不是那么的融洽 那么现在川红禅 接受要求 欧气呢 表现非常的趋势 这也有利于川红禅 在未来的国际赛场啊 迎来啊 更好的发展 那么第三点呢 川红禅参加阿里球的表演赛 实际上也是为了回馈 众多的粉丝朋友 可以看出啊 周金红指导 确实是一位 拥有大格局 而且深谋 软绿 用心良苦的好教练 值得大家点赞 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